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特别可以理解 首先我觉得你们都是好心人 都是非常善良的人 这点很可以理解 但是我又敢保证 文涛也好 哥会也好 你们肯定没有收藏经历 没有 那当然 对吧 肯定是这样 连一点门都没关 因为只要有收藏经历的人 肯定用行里的话讲 都打过眼 吃过药 说白了就是上过荡 上过荡 就吃过药 对对对 就吃药了 或者是打眼了 凡是这样的 百分之百都赞成这个举动 因为实在是坑人不前 就说有倾家荡产的 那个都有 那个国王金来太多了 因为过去还好一点 它影响 比如说买了 瞎活了 假货了 因为收藏它是个小众文化 现在成了一个大众的爱好 不完全统计 起码有八千万 因为收藏这些年 让人看到 是个暴力行业 以前老百姓买股票 后来买房子 什么的 现在发现 原来玩收藏这个东西 升值更快 发财暴富更快 说到点子上了 过去 你比如说 第三次所谓的中国收藏热潮 是晚清民国 再往前刀 就是乾隆年间 乾隆年间那个时候 那收藏的人更少了 但是因为皇上喜欢 上必耗之下必 上有耗之下必 甚至 后来到了这个晚清民国 晚清民国那个时候 这个面就稍大了一点 而且呢 作假 骗人 也多了一点 就过去呢 所谓仿 是对古代文化的一种传承 后来呢 有这种成分 但是更多的是谋利 谋取暴利 那么现金十下 可以说 除了说 比如人家故宫博物院 国家博物馆监制 说比如请景德镇 仿一批 青三代的发廊彩瓷器 那都有标号的 人家告诉你是仿的 虽然价值不菲 但是不菲也就是几万十几万 但如果说当假的卖 那都是上千万几千万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要分开来看的 在当下呢 就是说 玩的人太多了 而且你说的 有些好像内行一说起这事 还痛心疾首 说是现在收藏成了大众文化 就是八千万 但是说起来好像觉得 对这个市场很有问题 是不是 也问题呢 它分在 就是在高端市场上 是有些问题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在私下里 有时经常收到一些 看完我们这个栏目后的观众来信 真的 我看着真的是 手机都挺同情的 开始挺高兴 有人这么多人喜欢 但一看 寄人的东西 从照片上 一看 那就是假的 好多都是工薪阶层 这种人太多太多了 但是他要是抱着赚钱呢 或者是哪怕投资 甚至投机 这都无可厚非 因为收藏家真正是 无任何功利目的的收藏 现在是占少部分 大部分是投资 还有一部分是 小部分是投机 春天买的像夏天就卖 上海的拍卖拍的像在北京 就在转手 特别是04年05年 这种事情很多很多很多 我跟你说 恰恰是因为这个 有这种投机的心理 所以现在这个市场上的假货 就越来越多 因为就仇准了 你要是 对 你要没有这份贪婪的话 也就不会让人家 钻的这个空子 这个你听他们描述 我觉得也这挺有意思 不同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你比如说经常 在某个房间四五个同好 老朋友在一起互相赞叹 你这个东西好 你这个东西好 实际上全是假的 你说这个多悲剧 但是自得其乐 互相都觉得自个懂 其实我接触一些专家 这个行它本质上还是小众 对 真懂得从来历朝历代 都只能是少数 因为它不同于股票和房地产 那些行业 可以这样讲 我跟你念到了个三五日 再笨的 我跟你说三五个星期 你总能明白这股票是怎么回事了 对不对 但是股完三五年 你也未必明白 但是人发财的愿望 却是急功近利的 我不能等三五年 对不对 我这一两年 我就想通过这个 于是大家趋之若鹜的全来了 所以我现在呢 就听您这么说 我比较理解 开始说老实话 我看您那个节目 我都觉得挺心疼 而且觉得 是不是有点这个太严厉了 那现在呢 我明白了 就是您砸碎的是这个假冒伪劣 那更重要的是您提醒大家 提醒这个公众 我们千万不要有这种投机的心理 他这基本上是古董界的315消费者全一日 没那么大做 其实是 叫什么收藏打假节目 所以一时二鸟 一时这一锤子 二鸟 一个是打这些支甲造甲放甲的人 可恶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这个贪心 哎呦 这个是 因为收藏最记的第一季就是贪 怎么讲 其实谁都贪 那我开始那个玩这个的时候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花800块钱 乐坏了我了 买了一个永乐的青花鸭手杯 那值多少钱呢 那个东西因为全世界就撒 我花800块钱 买了一个 8000万都值 那乐坏了 那得乐坏了 因为什么 因为当时想800万 就是错了 就像你说咱当一个玩意儿摆那也行 800块钱 因为他要5000嘛 砍到800啊 那这个甲的成分就太大了 那你当时你就会不相信它是真的呀 你怎么会乐呢 我跟你说 出如此道嘛 他总觉得万一呢 因为这个事搞得很神秘 你是王先生吗 我这个好东西 我知道你明白这个 我需要钱 我家里头有事有急事 有机遇 对 我还自己 有永乐压手杯 那真是好眼 我给多少人看人家不认 自己挺美 被人一捧 其实心里头 他那个时候一忽悠你啊 你那个感觉就完全就不能自持了 王老师这么聪明的 都能给这800块钱给忽悠了 你说骗人 我还不错 我没给他5000啊 一点点点点的 还还了800 因为人家告诉我 说你按着一折还 我看是500嘛 后来说800 最后是800 所以我真是这个故事 王老师号称 他说的是真的 就说我是主持人里最懂古董的 但是古董界里最会主持节目的 我说那别人说 也对啊 咱们亲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王老师 今年上咱节目跟你说有缘 我在 我才知道 他就是古人说什么 免而好古啊 这好古 好到什么程度 你现在去北京故宫 我今天春节去 发现那个带的那个解说的那个声音 是不是您的声音 对对 就在那古获利的声音 现在博物馆里不是有那个解说吗 什么时候 然后那个声音就响起来 对对对 所以说既然就说到这古啊 我就觉得问问您 您看您也演过很多古装电视剧 现在啊 确实好像这个全社会围绕这古啊 有一个讨论 这里边有好多件事 比如像什么鱼丹呢 纪连海啊 这个就在电视上 讲古代文化的这一路 引起很多争议 对吧 还有一路呢 说是这个电视剧 这电视剧里呢 还分成两路 一路叫正说的 正说引起的争议是什么呢 中国人的帝王情节 包括这个盛世 天朝盛世的这个概念 还有一路呢 是你也演过里边的 这个什么和珅呢 这个戏说这个里边 也有人有争议 我不知道对这些争议 您怎么看 首先我很敏感的 就是你提到这些戏说二字 因为好像一直在 因为你演的大部分是戏说的 就是所谓戏说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这个特别逗 如果说戏说是更多的是剧作家 根据古代历史的一段故事 来编撰虚构的成分过多 如果是指这一点的话 这不成立 凡文艺创作 古往今来 既如此 比如说三国演义 对三国制 那就是戏说 对不对 比如说唱戏的说 小周郎 你再看诸葛亮 雨膳观金 老生 而周瑜恰恰是小生 而历史上周瑜 比诸葛亮大 恰恰 诸葛亮是非常年轻的 诸葛亮是 在有很多很多的 那个传奇 他与三国制 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如果说细说 更大的细说 是西游记 对于唐三藏 真正的 去天竺取经的故事来讲 哪有什么 孙悟空 沙僧朱伯介 是吧 甚至连说 李世民最后 赵令他去 西天去 都没有这事 所以他回来 李世民 这已经跟着了 才接了他 才什么 因为这好多好多 文艺创作更是如此了 是我们才有这么 丰富灿烂的 那么多的古代的文学作品 是不是 隋唐 但是啊 有的时候 你比如说 好这个古代的东西的人 我觉得啊 他的眼光跟咱们不一样 他就 你可能会有某种洁癖 我就不知道 你演这种古装电视剧里面 你挑不挑演 比方说 他们那时候就有人说了 好比说 咱老百姓 为什么觉得 比如说拍一些大片的古装 说哎呀 不用太计较真假吧 这个就是乱七八糟拍嘛 但是呢 有些玩古董的 他具有这个底的话 他看下去 他就眼里不揉沙子了 你比如说 明朝的人 怎么用起来唐朝的东西 他就会觉得特别的不舒服 明朝倒用唐朝的行 唐朝用唐朝的东西 唐朝怎么用起明朝的东西 这个很多 你比如说 在文艺创作的时候 我是赞成文艺家们 驰骋自己的想象 是不是 刚才说的戏说 第一个是对古代 那历史的一种演绎 还有一戏说 如果你说 我们的戏说是喜剧的话 那喜剧对于证据 那是故意有之 这有什么可议论的 所以这是个伪命题 特别可笑 没劲 我是觉得 就是说 我们看这个问题 得分析它这个内容 和载体的关系 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 现在这个一中天讲 三国 这个于丹讲论语 他在哪讲 他在电视上讲 本身这个电视 它是个大众传媒的载体 你没有必要要求 它非常的学究化 你要想这个看 我们姑且叫他正说和戏说 你要想看正说 你去查史书 你去查原著 你去听那个专家教授去讲 那么你要是想通过大众传媒 针对大众架起一个桥梁的话 何妨戏说 所以我觉得说 根本电视就是个戏说平 你想想 如果说按照格会这个理论 连专家们在大众平台上 讲述这种我们叫历史课吧 姑且到 都可以加入很多主题主 借题发挥 那么一个文艺创作出来的这么一个戏剧 难道不可以吗 但是我另一方面 我倒很严谨 就是刚才温涛讲 唐朝人用了明代的东西 何止 这是最简单的了 我跟你说 有一部 我曾经看过的 我姑且不好说出哪部 一个历史 这个反映 这个跟古玩有关系的吧 那是证据啊 某人从地下拎了一个东西 就是你看 你原来还喜欢原青花 如何如何 我一看 那是一个同质粉彩 这个差到什么程度呢 就像有一个人 拎起了一双袜子 是一花袜子啊 然后问 这是谁的蓝泥子帽子啊 差别到这种程度 这就不能忍受了 还有呢 比如说 有些经常我们见的 比如我经常到了拍戏现场的 我首先一扫 我说又挂反了 什么呀 对联 或者抱住 上下来正好是50%的概率 是是是是 这个我也到处都见到 就是说你这个对联啊 一般的现在都是 应该是这个像写数体字一样 这边的是上联 这边是下联 但是一般都是挂反了 对 还有就是 你比如说 你要演明博戏好办一点 因为你什么东西都可以用了 反正掺和朵古玩的东西 这叫古玩的 但是有清乾隆 有和珅的戏 和珅 我几次 但是有时候已经 人大家费了劲 倒就摆了 你看全是晚清的椅子 民国的椅子 就是新的啊 它是仿的嘛 但是那个制式 那个什么 全全是 您倒觉得这个需要较真 这个我倒是需要较真 像当年咱们看这香港的电视连续剧 就感觉他完全 也不理会这一些了 就是什么 这种 这种东西 你觉得老百姓 老百姓当然的是 因为什么 因为我懂了 这个多少懂点了 它就麻烦了 对 懂点 我不懂 我根本我也不省了 我觉得王刚老师说的 这点特别重要 就是事实 你不能篡改 就是这个明朝 我们用唐朝的东西还行 唐朝无论如何 不能用明朝的东西 但是什么可以改变呢 就是这个 这个人的情感表述 和这个价值判断 你可以这个 我觉得可以进行一些 因为我是做演员的 我们经常在这个 把顺嘴就把他的话改了 你比如说江山峰雨晴 我演 崇祯架前的那个大太监王承恩 问那个谁 陈媛媛 对吴三桂的感情 那你闻心自问孩子 你真爱他吗 我说不出来 这古人 我说不出来 我顺手就 顺手就改 我说你闻心自问 你心里有他吗 我就只能改这个 就是现代的语言 不说至于明末 再往清代 我想明国一个老人 这样问也不可能啊 所以说你看啊 这个好古的人呢 其实我觉得对人的这个素养 全方面呢 都是个滋养的关系 好在比如说我们拍五月 淮花香的时候 那个道具 比如说我们有文丸古问 那么我们每次都 从剧目的道具准备 到每一场我们进去现场 先扫眼 不对动拿走 因为你是这个题材的 你更不能要外行看热闹 内行人家看门道 内行外行 咱们都不要人家说 所以听说王冠老师 在这个剧组里啊 都是这个编外古董顾问 编外道具顾问 经常挑领 咱们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哥辉你刚才就提起这话头 其实是最近一个聊得多的 就是现在啊 所谓这个学者知识分子啊 你在社会上 我觉得呈现出多种样的面貌 你比如说有的 就说这搞收藏的 拿来就某某的大学历史 考古系教授 你看他给我写的证书 其实是假的 可是你说这教授 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 你为什么目的就给人家 出这个证书证明 你电视广告上 也很多出来冒通学者 还是真学者 你闹不清 当然还有一路呢 是大家认为起的作用 还比较积极的 就是也是争论较大的 就是你说的这个 义仲天啊 于丹啊 在电视上讲历史课 我不知道王老师 对这个怎么看 我喜欢 喜欢听 首先说我喜欢听 我觉得是一个 我们不能说功德无量 有点夸大了 真的是 对于当前时下 社会这种浮躁的 或者泛娱乐化的 这样一个形式 特别是在电视上 能有这样的节目出来 我觉得是天大的好事 王刚老师 恰恰也有一些 这个专家学者 他们认为这样做 才是学者的泛娱乐化 是的 因为这个 它有个尺度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既然是在大众平台 电视嘛 对 那好 如果说你听 你那个所谓的学术性 更强的 那就是听学术报告 或者是干脆听一个专业课 那你请到教室 或者大教室 或者你学院的礼堂里去讲 相对比较封闭 但是既然你是面向 广大电视观众的 那就必须通俗化 另外呢 尽量加强娱乐性 因为小时候 我们特别不愿意上历史课 但是我们后来跟历史老师 达成一协议 老师 你得先讲一段历史故事 完了我们再听 那老师费尽心机 一定讲一段历史故事 然后引入正题 我们才听 其实现在呢 只不过是这个范围更大 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非常好 但是我不喜欢那种 就是老拿我们说事 就又归到那个所谓细说 这个 和尚不是那个王刚那模样 那当然了 或者说什么什么什么 诸如此类的 我觉得我觉得好像就是否定我们 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因为这是两码事 你讲的是历史 我演的是历史剧 我们演绎的是一段历史故事 后来我举一个未必恰当的例子 就像什么呢 就像比如说我们在舞台上演出 演一个非常受大家喜欢那个戏 大家笑声不断 掌声不断 最后几次谢幕 热烈鼓掌 大幕拉开和尚 拉开和尚 终于算散场了吧 观众要走了 然后幕忽然又拉开了 结果上了一位 或是长跑马褂 或西服割履的一位先生 大家先不要走 刚才他们演的全是瞎呆 历史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听我给你们讲讲那一段真实的历史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样一种 这也挺有意思 其实我看这种戏说 照我个人来讲 我从来没当真 反而你要挑演 你要批评 说的是你娱乐没搞好 你比如说你戏说本来应该逗大家乐 很娱乐 但有些东西呢 肉麻当有趣 咱们探讨的是这个问题 从艺术层面 当然了 你比如说明明这个人物是宋代的 你令把他安到唐代了 那是不成的 大的历史史实际上相对真实 但是许多 包括你们讲课的时候 也经常用到这样的话 当时记下来 或者谁就和尚 后来就跟他和尚说 你再不成 什么时候和尚那么说了 我们戏里可以那么说 但是你的讲座你有录音机吗 你当时在场吗 等等等等 所以其实甚至就是误读本身 也是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的时候他个人的见解 而且我觉得这是个本事 有一部分学者兼有这种本事 这是大本事 就是说话虚通俗 方传远 语必观风 使动人 不要说像这个论语三国 这些更人文化一些的东西 其实连很多自然科学的 比较这个高深一点的 没错 在西方都有很多这种专家 他们利用电视媒体 这讲你倒说了 就是我们这个人文科学 这方面现在在加强 但是在自然科学领域比较少 你想我们小时候 多么喜欢看十万个为什么 十万个为什么 我们爱科学 你还别说 你说人家那个霍金 写的那个时间简史 大部分人看得懂 他就是他的原则 他就是说我写书 能不能尽量少用公式 这书里一个公式 物理公式不出现 你看都是为了给人方便 让咱们明白 是把复杂的东西 简单化让你明了 对 那些故弄玄虚 甚至说是废物笨蛋 才把本来简单的东西 非要弄复杂 所以这些王老师一锤砸了 是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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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